現在我們再次邀請到張繼聰先生為我們做一個賽後的訪問 那我就想問一下你,你看了那麼多組,那你覺得哪組印象最深刻呢? 其實我覺得很多組都很好,另外有個別的小朋友,我覺得他們的表演天分很高 因為剛才可能會有一些小小的意外發生,可能咪會掉了,可能道具會掉了 因為始終現場演出都會有很多未知的可能性,他們全部都處理得很好 也很多都很有表演天分,所以最後入圍的三位小朋友其實都是實至名歸的 當然今天其實都很難選,因為質素非常之高,所以一直看的時候,我一直都很難選擇 我自己都很榮幸今天可以做到評判,因為同時間我都可以做到今天的觀眾,所以覺得很開心 那我想你都很欣賞這些小朋友,那你覺得他們的水準如何呢? 水準是真的很高的,我覺得不單是小朋友的水準很高 其實今天因為我是親子組,看到很多的一家人,他們都花了很多時間去合作 看到不單是彩排,服裝,甚至道具,舞台,他們都做了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好的親子的一個活動 那我自己看完之後,都覺得真的很感動,很欣賞他們 即有機會我都會在家裏搞這些講故事的,即不是比賽 那看看做一些表演給鄰居看看 那假如你小朋友有興趣,你又會不會讓他參加比賽呢? 如果他有興趣,我想我都會好像今天的父母一樣,即是鼓勵他參加 因為我覺得其實父母是應該多些鼓勵自己的小朋友去參加一些健康而正常的活動 謝謝你